話說剛才說到 陸陸那晚睡覺沒有刷牙 所以睡來睡去也不舒服 之後就決定起床,刷牙才行 他進到洗澡房的時候 一拍個燈掣,咦?不著? 難道燈泡燒了? 他於是去櫃桶那裏摸一支電筒出來 穿一支電筒 再次來到衛生間的門口 向入邊一招 你猜他照到甚麼? 嘩,只見地下,牆上邊,天花 蜜蜜麻麻爬滿那種蟲 其中有一條,還鑽到他的朗口中 踏一條尾出來,懶得刺 向上不直地豎起 還藝裝成為一個牙策的樣子 想著騙他 嘩,離遠看看,真的好像一支牙策 不過牙策就是死物 牙策的柄是不會動的 但這個時候這條蟲扮的牙策,柄是在那裏發發發發的 鹿鹿一見到這樣的情景 整個人發了矛 忽然間瘋了地喊 周聰呀,周聰你給我出來,周聰 鹿鹿一邊喊,一邊一坡一坡地扔回睡房 怕得上床 周聰竟然不在床上邊 糟糕,糟糕 這個時候 他見到周聰從書房走過來 抓住他肩膀出力地搖 喂喂,什麼事啊你,什麼事啊你 瘋了 原來周聰正在書房上網 他聽到陸陸的尖叫連望跌過禮 他見到陸陸坐在床上 整身的雞皮都起了 眼睛睹得大大 臉青口唇白 整個人 十足發揚吊 經周聰拼命地搖他 鹿鹿終於醒了一點 眼靜靜地挖著周聰 眼神都散了 最後 他兩隻手掩著頭 半天都說不了話 周聰跟著哄他說話 怎麼樣 怎麼樣 發惡夢了,是不是 嗯 是不是喝酒喝醉了 唉,那你坐回醒再睡吧 不是個夢會繼續發的 周聰 你在這裏做什麼 我什麼做呢,我上網而已 不要上網了 陪我睡吧,好不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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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關一部電腦先 陸陸的大腦有些轉不過彎 他正在努力地分辨 這個究竟是夢還是現實 在他的生活當中 確實出現過那種恐怖的蟲 總共出現了三次 剛才他突然變成無數條蟲 在衛生間的牆上 抹抹麻麻地爬 陸陸又覺得 他親眼看到那些蟲的幾次都是夢嗎 如果不是 為什麼那條蟲被他踩爛了之後 還可以爬回去呢 如果不是夢 為什麼裝在鐵盒裡面 他又可以走得掉呢 而剛才的夢就更加像真實 他在夢中 從衛生間跑出來 一邊走一邊狂喊周聰 一邊爬上床 跟著周聰跌過來 拼命地搖他的肩膀 他忽然間一下醒過來 他又發現自己坐在床上邊 跟夢中 坐在床上邊的姿勢 是一模一樣的 難道他幾次見這條蟲 都是發夢 他慢慢分不清夢想和現實 後來周聰回來了 他正要上床 陸陸突然就說 周聰呀 你不如不要睡 你現在去衛生間看看 看看有沒有東西 周聰很警惕地說 看什麼 是啊 我叫你看就看 看一眼就行了 不用看那麼久 兄弟 你不說清楚 我更害怕 沒有呀 我剛才發夢見到衛生間裡面 拋滿了那些蟲 聽到他這樣說 周聰定了一點就說 哦 你就被那些蟲嚇了 是啊 你去看看吧 哎呀 既然那些蟲都嚇得到你了 你就叫我去看 就是想嚇我 就是玩我而已 你不去看一眼 我睡得不安樂的 那好吧 於是 周聰就去了衛生間 這個時候外邊的風 跟剛才夢裡面的一樣 吹到個窗發聲 呼呼 顯得焦躁不安 陸陸豎起一隻耳 好緊張地聽著周聰的腳步聲 啊 噗噗噗噗噗 周聰終於回來了 他又說 喂 什麼事都沒有 唉 聽到周聰這樣說 陸陸才鬆回一口氣 不過 很快他又是不放心了 因為周聰回來 睡得太快了 是不是他根本怕到 連廁所道門都不敢打開 不斷繞圈回來就敷衍他 但是陸陸沒有問 周聰關一燈 就躺下 他極少抱著陸陸睡 儘管陸陸很希望他抱他 但是 周聰總是平躺在陸陸的身邊 碰都不碰他 中間還要留一些位置 要縮起膝蓋 頭又另向另一邊 似乎這樣一躺他更加舒服 陸陸就把臉塞在周聰的胸口 那裡 兩個人都閉著眼睛睡了 這個時候 世界一片漆黑 只剩下外面 糊糊聲的風聲 平時 周聰的頭一碰到枕頭就睡著了 即使雷打也不醒 但是今晚六六 卻沒有聽到他打鼻寒的聲音 過了不知多久 周聰極其清醒地說了一句話 啊 什麼風那麼大 陸陸跟著又說 嗯 是啊 過了一陣 周聰又說 嘩 這樣吹發 那些窗門都會吹到碎的吧 嗯 時間在各家各戶不同的中標上 參差不齊地走動 這個時候 各家各戶都入了夢鄉 怎知周聰又是說話了 他的頭向著另外一邊 不是向著陸陸的 只聽見他說 哎 哎 照計這樣的夜晚 一定會有些事出的 陸陸聽到他這麼說 即時打到個冷震就說 周聰 你說什麼 過了好久 周聰才應他說 比如說什麼 入室殺人 比如說 廣告牌跌下來 窄死人 又比如說 高壓線斷了 電死人 哎呀 說完這麼恐怖的事 快睡吧 對了 只會周聰平時睡覺 很快睡得著 睡著了之後 真是隔壁燒炮 都不醒 今晚周聰 忽然之間又這麼清醒 不像發了一口夢 究竟之後 有什麼奇怪的事情發生呢 欲知後事如何 明天回來再說